哈利路亚,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至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至十二节。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节至十二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记忆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度。 即可牧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宝足。 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怜悯。 亲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也知道各样坏话会帮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主。 此时此刻,愿主通过主的圣灵和真理, 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明白主的话语,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一个正确的信仰生活, 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按照主的旨意, 都能让主去喜乐。 让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得到恢复。 愿主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依托于主的圣灵。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哈利利亚。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山上的教训,山上教训。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山上是讲论了八福。 讲了论八福。 神与我们所讲的八种祝福。 我们说祝福的一种教训。 就是说,你若这么做,一定会蒙福的。 那么在耶稣的教训当中呢, 这就像是一个, 八福是精髓,是一个重点。 就像是一个精髓一样。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去认真的去看这个精髓。 但是, 神与我们许约这八种祝福。 在山上所讲的这种八种祝福, 这与圣灵的果实。 圣灵的结果呢,是有很深的这个连接性的。 耶稣对我们说, 如果, 你这么做的话, 那么, 你为了在这世上来得到祝福, 来蒙福呢? 那么, 我们应该要拥有什么样的信仰呢? 那么, 没能接到圣灵的结果的人, 他们是很难得到这种祝福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祷告的。 那么, 我们要得到圣灵的果实, 我们要超越我们这种肉体的想法。 我们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呢, 去得到神与我们所许约的这种祝福。 圣灵, 我们首先来得到圣灵的祝福, 圣灵的果实。 首先是得到圣灵的果实的人, 才会在这个世上, 并且在天上会得到神的祝福的。 那么, 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是应该所准备所做的一切。 在身上教训的这个八福当中, 与圣灵的果实呢, 是有很深的连接性的。 首先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 今天我们念到的第三节当中, 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能进天国的人, 能拥有天国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虚心的人。 那么能进天国的人就是说是虚心的人。 不能进天国的人。 反过来说呢, 反过来说呢, 就是说, 他是没有, 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呢, 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 是没有虚心的。 在约翰福音当中呢, 也讲到, 没有得到重生的人呢, 没有一个新的改变的人。 他们是不可能进天国的。 如果你没有重生, 并不是说是哪一个这世上的人。 并不仅你说你现在是日本人, 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是哪一个国人, 一定要用宋灵来得到重生的。 如果不重生的话, 我们是不能进神的活动。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这世上的一个自然人。 那么, 这世上的所有的人呢, 都是罪人。 每一个人呢, 从出生开始呢, 都是有他的这个原罪的。 从在母胎开始, 从在母胎怀孕, 母亲在怀孕, 这个胎儿在母胎里的时候开始呢, 他就是罪人。 因为每个人呢, 都是有他的原罪的。 我们每个人是人的后代。 那么, 每个人在从母胎开始呢, 就是因为拥有他的这个原罪。 所以呢, 因为这个这个罪呢, 我们是不能进天国的。 但是, 我们现在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之名, 因着耶稣基督所留下的宝血。 就说, 要来让我们的罪得到洗净。 因着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之名呢, 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并且, 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去行。 我们每个人呢, 一定要按照圣灵的引导, 直到从中, 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灵的引导呢, 一直一直努力下去, 直到我们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么, 只有因着圣灵的引导这么去行, 这么去保持的人, 才可以进天国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我们说信主的人说, 我是信主的, 你光这么说是, 不可能信主, 不可能是进天国的。 这样的人呢, 如果不是因着圣灵的引导的话, 他只能是中途而废的, 他只能是半途而废。 但是, 只有是领受圣灵的人, 在现代的这种圣灵的时代, 就算是在领受圣灵的人当中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是被中途诱惑, 他们是又恢复了他们巨人的那种身份。 现在有很多的人呢, 也是中途呢, 就算是被圣灵引导, 但是他还是又离开圣灵诽谤圣灵的。 现在在我们周围的, 有很多的, 周围的教会呢, 也说, 你只要相信耶稣, 说一次你就可以是信, 你就可以进天国的。 但是, 这么讲的人, 并且这样教导的人, 并且这么信的人呢, 这样的人呢, 他们不是说是拥有真正的信心,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进天国的, 他们只能是受到神的审判的, 希望你们每个人能正确的去理解。 比如说, 你只要入学, 入小学, 你就可以毕业吗? 你只要参加入学仪式, 你不上学的话, 你可以小学毕业吗? 那是不行的。 你既然参加了入学仪式, 然后呢, 你每天每天你要去上学, 然后要守住这个学校的规则, 和你每天要去学, 并且你要通过这个考试, 你一定要去完成这个学业, 最后呢, 才可以拿到这个小学的毕业证的。 你如果是不上学, 不学的话, 当然那是不可能拿到毕业证的, 无论是小学还是到大学, 都是同样的。 你只, 比如说你只要参加入学仪式, 你不上学, 你不参加考试, 那也可以给你毕业证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只有是去学习这些内容, 就是每天每天去学习, 你应该是去守住这个学生的身份, 应该去做学生该做的事情, 才可以是得到毕业的。 那么我们教会是同样的, 你不仅仅说来到教会说, 啊我信主, 然后你就什么都不做, 那是不行的。 你既然来到了教会说信主, 那么你就要去学习主教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每个人呢, 都要去学习, 去努力, 去保持, 才可以拿到毕业证的。 比如说有的人说, 啊你只要去说, 告白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有可能很大部分的人会跟随着你, 说是去你们教会。 但是这样的话呢, 是反而是毁了一个灵魂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呢, 牧师的所讲的话并不是一个标准, 而是我们圣经上所记载的神的话语, 才是真正的标准的。 天国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的, 而是真正得到丛生的人, 并不是原本是自然的人, 原本是罪人, 而出生在这个世上。 但是你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你要从这个罪人当中走出来, 然后呢你的圣灵的引导, 你的罪得到了喜见, 然后呢你的罪得到了赦免, 在神面前得到认真的人, 才可以进到天国的。 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你可以说阿门吗? 不管是从小孩子来死到老人, 你们就算是小孩子, 你们也应该明白这一点的。 我们说基督徒, 我们说你作为基督徒, 应该怎么去做呢? 有的人说我是基督徒, 我是信主的, 但是你的实现却没有基督徒的这种行动, 你却不去努力做基督徒谁应该做的事情, 那是不行的。 有的人说, 哎呀大概大概就可以了, 哎呀大概大概就可以做吧, 那么你这样的人是属于撒旦, 是属于魔鬼的, 因为撒旦是一直在诱惑你说, 哎呀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为被神的话语的, 哎呀没有关系, 你这么做是不会那么, 不会为被神的话语的, 因为这些魔鬼是一直这样来诱惑你的, 那么你现在是说, 你现在是要努力去按照神的道去做, 但是魔鬼在后面, 一直在后面对你说, 哎呀没有关系, 就大概大概去做吧, 哎呀没有关系, 这样你可是可以为被这个神的话语的, 无论是以前至现在呢, 这些魔鬼撒旦呢, 是一直在诱惑这个人类的, 我们说属于神国的人, 属于信主的人, 一定要像真正信主的人的样子去做的, 我们的神是按照神的形象呢, 来创造人的, 我们的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 来创造人的, 就说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 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了人, 然后, 这是《創世纪》1-26, 然后《創世纪》2-7, 《創世纪》第一章当中和第二节章, 第二章当中也都讲到, 神呢拿起了在世上的土, 拿了这个土, 然后呢用这个土呢, 造了人, 用地上的尘土是造人的, 那么这个来造人的时候, 是按照神的形象去造的, 然后呢神又将生气吹在这个人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存在的, 在《創世纪》2章第8节当中呢, 和第9节当中, 还有16-17节当中呢, 也都是记载到了, 神做了什么呢? 神做了什么呢? 神创造了伊甸园, 然后呢, 让这些人修理看守, 那么神是创造了属灵的一个人, 然后呢给了这个人, 属灵的人呢, 一个一个属灵的一个空间, 那就是伊甸园, 为了这个人的肉身, 让他们在伊甸园那里去看守很多的树木的, 并且呢, 在伊甸园里呢, 有他们丰富, 所需的丰富的这些食物的, 然后呢, 创世纪2章第16节, 4-17节当中呢, 也讲到, 人的肉体呢, 是需要吃这世上的这个果实的, 然后呢, 在肉体, 零性方面呢, 他们是要守住神的话语的, 那么人应该怎么样去做, 在肉体方面和在属灵方面, 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呢? 在这里呢, 已经是讲到, 就是说, 为了你的肉体, 为了你的身体呢, 你应该去吃世上的果实, 但是你在属灵方面呢, 你们应该去守住神的话语的, 你们一定要守住神的这个诫命的, 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在后面呢, 讲到这些魔鬼呢, 污鬼呢, 诱惑, 人说, 没有关系, 你是可以为神的话语的, 但是却不是这样的, 我们一定要守住神的话语的, 在伊甸园当中, 与神一同, 一同在那里, 并且,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呢, 在伊甸园当中, 那里是有丰盛的一些一切的, 在那里, 你不要再流, 你不需要流泪, 不需要流汗, 去努力去做事, 才可以得着, 而是在那里呢, 为了你的肉体, 为了你的身体, 所需的呢, 已经是都充分准备好了, 你就算是在那里呢, 不用穿衣服, 都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在那里呢, 是不知道, 那些羞耻的, 但是现在, 虽然你是穿着非常昂贵的衣服, 但是你们要知道, 其实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 不穿着衣服, 在那里, 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呢, 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的, 那么亚当和夏娃, 他们在那里是拥有多么多的丰盛的食物呢? 比如说, 换做现在, 我们按照现在的财产, 比如说, 应该是他们拥有多少呢? 他们有多, 应该是有多少的财产呢? 在那里是不需要的, 是有无数的, 因为在那里是不需要钱的, 亚当和夏娃, 他们是没有钱的, 他们是没有钱的, 他们是不需要钱的, 刚才有的人说是不需要钱的, 还有别的意见吗? 亚当和夏娃, 他们是没有钱的, 因为他们是不需要钱的, 但是他们是不自由的吗? 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是没有衣服而灭亡, 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吃的而灭亡的, 并不是说, 哎呀, 我现在太没有吃的了, 所以我现在非常痛苦, 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 才被赶出了这个一点园的,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 他们是没有守住神的话语的, 所以才被赶出了这个一点园, 我们说现在是信主的, 我们说是我们信神的, 但是真正的信主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说信主, 那么那是为了, 我们说相信耶稣基督之名呢? 是为了应得耶稣基督之名呢? 我们成为了神的子女, 这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资格的。 我们要恢复亚当和夏娃, 在伊甸园的这个身份的。 那么为了我们恢复这个身份,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世界上呢, 我们要努力去做。 然后在属灵方面呢, 我们一定要守住神的这个旨意的, 还有神的这个律法的。 但是, 就算是怎么说, 有很多的人, 他还是不看圣经, 不愿意去守住神的话语。 有很多人也不去祷告。 我们比如说, 看到圣经上的内容, 你不明白的话, 那么你就应该去努力, 去祷告, 去明白神的话语。 但是有很多人是不去这么努力的。 如果你是按照你的意念和你的想法, 要去理解圣经上的内容的话, 那是不可能去理解的。 但是, 在主的圣灵当中, 你如果是按照主的圣灵去引导的话, 那么你一定会明白, 并且彻底的去明白了解神, 来给你的这个话语的。 那么就算是念同样的话语, 你每次, 就算是念同样的章节, 但是会按照你所需呢, 神会来让你明白所不同的这种内容。 在圣经当中呢, 是记载了所有的神的旨意和神的话语的。 那么, 其实呢, 我们在圣经上呢, 也记载了, 真的是非常莫大的这种神的旨意的。 我们来念圣经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按照圣灵的引导, 每天每天要按照我们所需的, 主会来赐给我们这个圣经上的话语的。 所以呢, 你们每天每天呢, 要去念圣经, 并且你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呢, 如果你们不去祷告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你不去祷告, 你再去念圣经的话, 那么那可能是, 并不是按照神的自己来告诉你的。 我们每天呢, 要去祷告之后, 然后呢, 要去念圣经, 就这样呢, 才会在灵, 属灵方面呢, 得到神的引导。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在属灵和属于肉体方面呢, 灵和肉体可不可以来做交际, 可不可以相通呢? 它们呢, 是不可能交通的。 它们就像是油和水一样的, 是互不相容的。 大家说, 油和这个水, 油和这个水, 可不可以相容呢? 是不可能的。 这是谁都可以知道的。 那么, 我们油和这个水呢, 是永远永远不可相容的。 我们这个灵魂, 灵、属灵方面和肉体方面呢, 也就是这样的。 其实, 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属灵和肉体呢, 就像是油和水一样的, 是互不相容的, 是根本不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们是互相对立的。 所以呢, 我们说属灵和属肉体呢, 是相排斥的。 所以说, 你如果只满足你的肉体的话, 那么你的属灵方面, 却是完完全全是下降的。 你比如说, 你现在是, 在属灵方面, 没有一点点的祷告, 没有一点点的这种求的话, 那么, 你怎能让你的灵得到充满呢? 这样的话, 你比如说, 你只充满, 你只满足你的肉体的话, 那么你的灵, 只是一直在沉睡, 一直是越来越下降的。 那么, 你在属灵方面是得不到充满的话, 那么你的肉体呢, 你的属灵方面呢, 也只能是属于那种, 渐渐是灭亡的。 我们作为神的子女, 我们不要被这个恶的, 这些属灵的那种恶的乌鬼呢, 所诱惑的。 你们可以说阿门吗? 在这里呢, 是有个法则的。 在这里呢, 是有个我们必须所坚持的这个法则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 这世上, 都是以人的身份在这个世上出生的。 那么在这里呢, 神又来赐给我们恩赐, 让我们还成为了神的子女的这个恩赐的, 这个资格的。 我们每个每个人呢, 应该是按照神的道去做, 去听神的话语, 去按照神的道去做, 并且努力的去按照神的旨意去习。 然后呢, 在满足我们肉体, 就是说来满足我们肉体生存的这个之外呢, 还要让我们的属灵方面呢, 得到充满的。 我们每个人, 这世上的人去求什么呢? 这世上的人只是去求金钱, 物质的, 只是去求这个物质的, 去求自己吃什么, 喝什么, 去求在这个世上所需要的, 所需的一切的。 当然我们是要去求这世上所需的一切, 但是在去求这世上的物质之前, 我们要求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在属灵方面所满足的, 就是让我们的灵与神能相通, 能做交通的一个一点,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让我们的属灵方面呢, 来得到充满。 首先我们要求神的话语, 首先我们要求神的话语的。 那么就算是求了神的话语, 但是, 在这里说要听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呢, 就说在圣经上记载了神的话语。 那么, 这些神的话语呢, 并不是说像画室一样是不动的, 而是, 现在还是在做工, 还运行在我们当中的。 不仅仅是圣灵上的话语, 现在圣灵还是在运行在我们当中, 所以呢, 现在还是在赐给我们, 适合我们的话语。 现在圣灵的话语, 圣灵神的话语呢, 还是在运行在我们当中的。 那么, 你们不要认, 不要把这个存活的, 现在还在运行当中的神看作是化石, 只是看作一种形式的。 并不是说, 我们的耶稣基督并不是说是, 现在是被埋在了地下, 而是说, 现在神还是与我同在, 还是与我运行在我们当中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判断一下去求什么。 我们说, 原本是罪人出生的我们, 我们虽然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应该得到重生, 并不是说, 我们还是一只人的身份, 而是要恢复属灵的我们的这个人。 就算是说, 我们说, 要满足这世上的我们肉体所需的这一切,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还是要求圣灵的, 我们属灵方面的, 呃, 纯净的。 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 约翰福音当中呢, 讲到, 在这里呢, 你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呢, 是不行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讲, 三章三节当中讲到, 人如果不重生, 是不能见到神的国道。 他如果不是用水和圣灵出, 得到重生的话, 是不可能进到神的国道。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重生。 在这里我们所需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得到重生, 如果我们的圣灵没有, 如果不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去得到重生的话, 那么天国是不可能来给你的。 只有是得到重生的人, 才可以进到天国的。 那么, 得到重生的人, 他是怎么样才可以得到重生呢? 首先他是要虚心, 虚心的人, 虚心的人呢, 是有福了一位天国, 是他们的。 我们说,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有的人说, 他根本就不是虚心, 他非常骄傲, 他说,啊, 我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我是多么伟大的人, 我是多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们是不想去接受别人的, 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充满, 有人觉得他自己是已经是非常有能力, 已经是非常是有能力的, 所以呢, 他的心里呢, 是不可能再接受别的, 他的心里呢, 没有再去求神, 他的心里开始呢, 就不会再去求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人呢, 是不可能得到祝福的, 但是, 嗯, 虚心的人呢, 他是虚心的, 他是要接受神的话语, 他是去求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人呢, 是会能福的。 虚心的人, 他会认为,啊, 我是贫穷的, 我现在是空虚的, 我怎么样应该去求, 我应该去求什么样的神的话语呢? 我应该是更加强烈的去求神的话语的, 这样的人呢, 他会更快的来吸收神的话语。 那么虚心的人, 他们是有希望去得到神的话语, 去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 有时候呢, 去强调的时候, 对有的人说, 我们去教会吧, 你去相信耶稣吧,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 我才没有必要呢, 我才不信呢。 这样的人呢, 因为他是在心里呢, 是充满了自己。 他这样的人呢, 因为他心里是, 已经是充满了一切的。 所以呢, 呃, 他是现在是不会去求神的话语的。 比如说, 你现在是吃得非常非常的饱, 那么就算是再好吃的一个食物吧, 在你面前, 你可能不会去想吃这个好吃的食物的。 但是, 比如说, 你现在是非常非常饿, 你现在是非常非常饥饿的时候的话, 就算是给你一碗拉面呢, 你可能都会去吃的。 比如说, 你现在是非常饿, 给你一块饼干, 你可能都会去吃的。 可能是没有做过禁食的人, 可能是都不知道。 我们在做禁食祷告的时候呢, 其实是, 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饿的。 那么, 这样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去想吃。 那么, 用我们人的能力呢, 我们就算是再去吃, 再去吃最好吃的。 但是, 一直是, 马上呢, 会有去饥饿的。 用我们人的能力呢, 是不可能来充满我们的。 但是,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呢, 是一直是虚心, 心里呢, 是一直空虚的。 我的人如果不认识耶稣的话呢, 这样的人就会想, 那我就这样一直过空虚的生活, 我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吗? 但是, 这样的人呢, 真正去空虚的人, 去真正是虚心的人呢, 他, 会要去正确的去求神的话语, 要用神的话语去充满自己的。 对的人会感到空虚, 他就算是拥有着世上的一切, 拥有很多的钱财和名誉, 但是, 其实这样的人的心里呢, 还是会有空虚的时候的。 所以呢, 有的人呢, 就会去求说, 啊, 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 到底什么才会来满足我的这种空虚之心呢? 如果现在你的心里充满了耶稣的话语, 神的话语的话, 那么你的心里一定会被圣灵所充满的。 这样的人呢, 你如果去给这样的人传道的话呢, 他会马上来接受耶稣的。 所以说, 首先呢, 是虚心的人, 就是说, 你要有这个接受别人对你所讲, 你要有接受神的话语的这种心, 就有这种虚心的人呢, 才会蒙福的。 但是这世上有很多的人呢, 是非常骄傲的人, 在这世界上有五六十亿的人。 那么, 有七十亿人当中呢, 有五十亿的人呢, 说, 哎呀, 我现在还自己有能力, 我不需要耶稣的, 我用我自己的能力也行啊, 我不用去教会, 我不需要耶稣, 我今天有很忙, 我今天很忙, 我现在有很重要的这个会议, 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一个这个事情, 所以呢, 我想去, 我不想去那个教会, 我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还要去挣钱。 那么这样的人呢, 是因为是一直去充满自己的那种肉体的, 这种满足的。 这样的人一直认为说, 自己是充满的。 比如说现在, 你比如说每天每天, 你如果见一个人说, 每次见他都会给你一百万人员的话, 你可能会每天每天会等这个时间的。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能与主耶稣基督见面, 我们去求神的话语呢, 这就是说让我的灵, 每天每天都可以得到充满的。 所以我们每天每天都要去私慕, 去求这个神的话语的。 那么真正是感到自己, 真正能感觉到自己虚心的人, 就说才是真正蒙古的人。 有的人会感觉到说, 我现在我的心里真是空虚的, 我现在真是需要用神的话语, 应该来满足我。 我不看神的话语, 我都觉得我快要死了, 我都快感觉到空虚的死了。 这样的人呢, 才是真正的会更快的来接受, 来用神的话语来充满自己的。 但是有的人说, 哎呀我不需要。 这样的人呢, 现在是还没能得到真正的虚心的。 幸福, 祝福, 幸福。 那么就说, 虚心的人, 虚心的人他怎么样才会得到这个祝福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 我们来找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十节。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们大家都一起来找一下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 新约圣诗三十节。 新约圣诗三十四十节。 新约圣诗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大家都找到了吗? 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我已经与基督同变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变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阿们。 他们在这里已经讲到过, 我现在活着的, 我现在的活着并不是按照我的意念去活的。 比如说, 你现在说, 我现在活着并不是按照我的能力去活的。 我已经是没有自我, 只有神才可以来引导我。 自我。 比如说, 每个人的自我呢, 自我是, 有的人说是, 我还是有自我的。 那这样的人说, 还是相信自己的能力。 那么拥有自我的人呢, 他看着世上的这个观点, 是看着, 去判断的时候呢, 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判断的。 他还是拥有自己的想法, 还是拥有这个自我的。 他是有自己的主见。 他是有自己的意见。 他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他是不知道神。 而是说, 呃, 用自私按肉体, 满足肉体的人的生活呢, 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意念, 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做的。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 啊,这样的人太伟大, 太有能力了吧。 有人说,啊, 他做的实在是完美无缺。 但是, 越完美无缺的人, 越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 他的心灵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的心灵呢, 他的心灵呢, 肯定是会感到是满足的。 他说, 我自己是有能力的。 心灵激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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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蜀联的方面去判断的话 可能是说 虚心的人 就是说不虚心的人 有自信的人呢 他们可能是会是成功的 会是骄傲的 但是越是有自信的人呢 他是很难回复到 回复到神的面前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打碎这些念头 就是说自己的一念自信 我们要打碎这一切 我们要打碎自我 我们要打碎我们的自我 我们要撇下这些 所有我自己的意念和自己的想法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掏空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放下 我们自己的想 意念和自己的想法 我们要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要来用我们的 让我们这个空虚的心 来充满神的话语 首先虚心的人 就是说放下自我 来撇下自我的人 这样的人 在自己的心呢 都是空的 已经有很多的座位 已经有很多的位置呢 是来接受神的话语的 就是说打碎自我 放碎自我 放下自我的 这样的人呢 他是有这些空间 来接受神的话语的 所以这样的人呢 会是更加快 更快的来接受圣灵的 来接受神的话语的 在马可福音当 马可福音第八章当中呢 也讲到 一定要放下自我的 你们一定要放下自我 要拿起每个人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耶稣的 要放下你的想法 和放下你的意念 就是说一定要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 就是说 你用你自己的能力 是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是不能去做任何的事情的 就是这样虚心的人 就是说放下自我的人 才可以来背起十字架 来跟从耶稣的 不要说 有自我的人 有自我的人 拥有自信的人 这样的人呢 你不可能是来迎接 来接受神的话语的 只有真正是放下自我 打碎自我 只是来接受 留下空间给神的话语的人 才可以来接受神的话语 让神来充满你 让神的圣灵来充满你 来引导你的 我们每个人的信仰呢 信仰呢 要是要去努力的 我们每个人呢 要尽心尽心尽心 去努力 去求神的话语 才可以来满足我们的 这世上呢 是有我们的神 并且呢 但是你们还要知道 是有很多来诱惑我们的 这些恶的乌鬼的 所以呢 你们每个人 要去努力 去相信神 去求神的话语 才可以得到 这些神的话语 和神的旨意 比如说大家 今天来到教会之前 会怎么样想的呢 你是说 哎呀 我今天就去教会 你们觉得是 理所当然 没有一点的惆怒过吗 当然你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 有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去做的 但是有很多的人呢 也是 还会有很多的那些属灵的 恶的乌鬼来妨碍 妨碍他们的 就是说 瞬间会给他那种 不去教会的这种想法 和给他们那种事情的 有的人说 有的人说 我来教会 其实有很大的阻碍 和很大的妨碍的 但是我还是来到了 那天有的人也说 哎呀 我今天 哎呀 今天啊 好像不太好 这个没有时间 我今天还要去办别的事情 我就不去教会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在这种属灵方面呢 是有很大很大的妨碍的 以前呢 有个人呢 有几位知识呢 他们说 他只要心里去想 说哎呀 我今天要去教会 去做侍奉 他只要心里去想 那么他就马上会肚子疼 或者是会有别的事情发生 去阻止他去教会的 就是他刚去下决心 刚想要去教会做侍奉 教会做礼拜 光是小 那些恶毒乌鬼嘛 就会知道去妨碍他 所以呢 有的人呢 来教会 做礼拜之前呢 并且是 一旦下去心 来教会 做侍奉的时候呢 他就会做绝质的祷告 并且去 有时候甚至会做 去做那 进食祷告 来准备 来做侍奉的 所以呢 就算是他这么去做了 但是没过几次呢 如果他不去祷告的话呢 他只要去想去教会 去做侍奉呢 就会肚子疼 或者是头疼 或者是别的地方疼的 他觉得 这也并不是一个偶然 而是一种属灵的 真正的属灵的作战 那他一想去教会 做侍奉 做礼拜的时候呢 那些恶毒乌鬼们呢 就会来妨碍他 我们的信仰生活 就是这样的 我们信仰生活 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作战 我们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神的子女 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呢 虽然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 妨碍 妨碍的 那么你说 比如说应该是现在去教会的 但是有的时候会很困 会让你说 哎呀我今天就不去教会了吧 但是 你一定要去打 赢他 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战争 你现在 要让你的生活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是满足这世上的这种肉体 的这种喜乐呢 还是真正要满足这种 属灵的充满的生活呢 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判断 就像是 我们的心里呢 一定要是有一个虚心的 不要太仔细 要让我们的心呢 说 要留空位置来给神 就说 只有神才会给我祝福 只有神才会给我生命的 如果不是神的话 那么我是不可能去生活 那么我们要用拿这种虚心的心呢 去做呢 才可以 要做我们的信仰生活的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三章 三章第十七节 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节 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节 启示录三章 十七至十九节 我们念一下 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 启示录三章第十七至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你养都不缺 却不知你是那恐怖 可怜 贫穷 瞎眼 痴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让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插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它 所以你要发热心 你要美感 阿们 阿们 在这里说 你认为你是富足的 你是有自信的 我是拥有一切的 我是有很多能力的 这样的人呢 在神那里看来呢 是说 他是其实是贫穷赤身的 你现在虽然是有很多的自信 但是在神看来 你却是真正是光着身子的 你真正是没有任何一切的 那么自信的 拥有自己的这种信念的人呢 他们是不可能去求神 他们是不可能来见到神的 这样的人呢 是不能进到神的国道 今天神对拥有自己的这种信念的人呢 神对他说什么呢 这样的人就算是有眼睛 但是看不到 就算是有耳也没有去听的 你们要去买这个眼药 去可以听神的话语 那么有的人虽然去听到了神的话语 但是他没有展开属灵的耳 现在他是听不到 他是看不见属灵的做工的 因为他是充满了自己的信念 所以呢 这样的人呢 是不可能让神的话语 进到他的身体里 所以呢 他是不可能去看到 不可能去体验到 这样的人呢 因为是充满了自我 这样的人是只是拥有自我 所以呢 神的话语呢 是不可能进到他的身体里 这样的人 你们要去悔改 你们要去反省 你们要去回头看一下 你们要去悔改你们自己的罪 我们每个人的罪 并且我们为了来成为神的真理 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呢 我们要去努力努力 我们要热心的 我们应该是热心的去悔改的 你现在就算是拥有很多很多的一切 你现在就算拥有很多的钱和很多的能力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今天还没有祷告 我今天还没有听神的话语 我今天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 那么你要知道 现在你的心里是真正是空虚的 这样的人呢 你们为了要去得到神的话语 你们为了来充满神的话语呢 你要去打告 你要去一直求神的话语 来真正充满自己的 那神对我们说 要让我们发热心的去悔改 要去改变我们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就是说去悔改的 悔改说 哎呦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不光是说我后悔了 而是说悔改一定要有这个改变的这个方法 改变的这个生活的 不仅仅是后悔 而且是要改的 就说从现在开始 你要从悔改之后 在后悔之后呢 一定要改变你们的生活的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 那是不可能来面白神的话的 你不要悔改呢 你不要说 哎呀我今天做这个做错了 那个做错了 然后你明天还犯这个错的话 那并不是真正悔改的 我们每个人呢 要有个真正的新的生活和新的改变的 你如果你们不是真正的悔改的话 那是不行的 所以呢你们一定要发自热心的去悔改 应该真正的是热心的 去后悔之后呢 要去改变你们的生活的 去说光是拥有自我呢 那是不行的 一定要充满神的话语的 如果一个人没有神的话语的话呢 那就像这个哭幕一样 那刚才我们也是赞美了 刚才唱诗 就像是一个落叶 枯干的落叶一样 因为没有得到雨水 所以呢 这个树叶呢 是枯干了 应该是 它原本是应该得到生命的雨水 得到雨水 才可以让它的叶子发绿的 但是 这个叶子呢 却是枯干的 已经是枯死了 所以呢 我们的圣灵 我们的灵 属灵方面呢 也是同样的 我们的灵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呢 应该是来得到 神的话语的这个雨水的 如果是没有得到 这个神的话语的雨水的话 那么只能是 让我们的灵得枯干的 那我们要得到 圣灵的结果 我们来得到 圣灵的雨水 神的圣灵的雨水 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 也得到这个茂密的 可以让我们的雨水 这个叶子呢 来得到丰盛 但是有很多的人 他没有去求神的雨水 没有去求神的话语 却说 我是有能力的 我的叶子是茂密的 这样的人呢 其实他是 都不知道自己的叶子 自己的生命 是在枯死的 所以呢 真正虚心的人 为了来让我的心 得到虚心 一定要放下自我 要来让神的话语 来充满用 一定要留这个空位置 来给神的 只有这样的人 才会得到更多的 神的话语 真正虚心的人 才是真正蒙福的人 我们要去做这样的努力 才是真正的 一个信仰生活 你们每天打告几个小时 然后呢 要让我们的心里 要有一个虚心的心 一定要留这个位置给神 要来留这个位置给神的 只有这样呢 多多地去祷告 去求神的话语的人 才会得到更多的一切 你为了来得到这些呢 你应该去求的 你如果不去祷告的话 那是不可能来赐给你的 你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意念 和自己所学的一切 来充满于自己 如果你不去祷告 如果你只按照 你的自己的意念去做的话 那是不可能让神的话语 来留进你的心里的 我们不要过这样的信仰生活 我们一定要说 我们一起来说 一定要放下自我 放下所有的我的意念 我要死 然后呢 要按照神 因神而活 我们要来接受更多的神的话语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所应该做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的我 要放下自我 一定要到现在为止 今天开始呢 我们要埋下 就是埋葬我自己 要放下我自身 然后呢 一定要应该 使用神的话语 来得到重生的 你们可以说阿们吗 真正这样生活的人 才是真正是得着神的国道 才是真正可以去天国道 来得到神国道 真正蒙福道 这就是 那么有的人说 我今天明白了神的话语 并且有的人说 我已经决心了 下决心了 但是你只要下决心 就可以了吗 并不是这样的 你光下决心 你不去实践的话 那是没能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 如果你没有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话 那是不可能去实践 不可能去结这个果实的 如果我们不结 圣灵的果实的话 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意念呢 这个现在的下的决心 是不可能持续下期 不可能是持续下期的 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 是不可能去做的 我们说 耶稣来在身上 教导我们的这个八福 这种八种祝福 这个祝福 是来赐给我们这个祝福的 他说 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你一定会做的 不是来 赐 赐你这个祝福的 神来的 我们说这里说 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得到祝福 你如果这么做的话 一定会得到神的果 和神的义的 那么我们为了来得到这些呢 只有是得到圣灵的果实的人 才可以这么去做的 才可以真正去实践的 只有是得到圣灵的果实的人 他才会有虚心 他才会虚心 来求神的话语道 如果你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 你就像是想虚心 都是不可能去实践 都不可能去实践的 因为有很多的人来教会 他来教会 都大部分都可以说 是阿门的 但是有的人就算是来教会 听完神的话语之后 说了阿门之后 但是他如果不去实践 那是没有用的 比如说 一日要去实践的话 你要得到 神的果实的 你如果没有得到圣灵的果实的话 你就算是现在说阿门 但是你出教会之后 你是不可能去实践 不可能真正的说阿门的 真正得到圣灵的能力的果实的人 现在也可以说阿门 然后你出教会之后呢 也真正可以去实践 去说阿门的 作为牧师 我也是同样的 作为牧师和师母们 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有一位师母呢 有一位师母呢 他拿着一个被子呢 有一个师母呢 他拿个被子 他被子呢 来到这个讲台上 他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拿被子呢 他说 因为牧师呢 在讲台的时候呢 是非常非常 说是优秀的 可以说阿门的 但是一回到家的时候 他所说的话 是不可能说阿门的 所以呢 这个师母呢 就拿了一堂被子呢 来到教会 他说 我是一直是 想听这个牧师的 真正的神的话语的 想一直说阿门的 那么就是说 这虽然是 开始一个笑话呢 但是你们要知道 人牧师也都是同样的 因为牧师也是人 我现在如果说 口里说阿门的话 那么真正可以去行动吗 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从 出了教会的话 我们是 很多的时候呢 是不可能去 真正去实践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呢 是需要 圣灵的果实的 没能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人 没能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人呢 没能得到 圣灵的结果的人呢 他们就像是 一个枯干的 这个土地一样 他们现在是要 接受 他们是不能来 接受神的话语的 所以呢 只有是得到 圣灵的结果 圣灵的果实的人 他的才可以得到 这个圣灵的 这个圣灵之语 让他来得到 茂盛的 只有这样呢 他才会 神国才会属于他 他才会 真正得到 祝福的 我们一起来说 在这个世上 和神的果 如果我们按照 圣灵的意料去做 如果我们按照 圣灵的意料去做 不仅仅是在 这个世界上 而且是在 天国内 都是可以得到 祝福的 所以呢 用我们人的能力 是不可能去做的 如果我们没能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话 用我们的能力 是不可能去做 这些的 所以 身上教训 和圣灵的果实 这是有个 密切的关系的 你们 一定要知道 在这里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如果不是 得到圣灵的果实的人 这是不可能去 守住这个神的话语的 只有是得到 圣灵的果实的人 他才会真正的 按照神的道去做 去听神的道 去接受神的话语 不仅仅是在 这个世界上 得到祝福 在天国 也都会是属于他们的 所以呢 耶稣的 身上教训呢 是因着圣灵 得到充满 是因圣灵 得到能力的 人 他是会在 属灵方面 得到成长 不仅仅是 因着神的话语 来得到祝福 就是说 因着神的 话语来接受 神的话语之后 然后呢 因着圣灵的引导 这么去实践 去做的人 他才会得到 真正的神的 祝福的 用主的名来罪 你们每个人 都能去相信 阿们 有很多很多的人呢 他是误解这一点的 他是怎么误解的呢 他说 我的信仰是正确的 但是其实在神看来 他并不是正确的 他说 我是听神 这么说的 其实他是不可能 去听神的话语的 有很多的人 他虽然是有耳 但是不能去听 有眼 但是不能去看的 他说 神刚才 在圣经上也讲说 应该去买眼药 去摸你的眼睛 让你们可以真正 看到神的旨意的 有很多的人 不要再误解 在基督徒当中 也有很多的人 是误解自己 说自己是有 非常大的自信的 这样的人是不行的 我们信仰生活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现在 不快地相信 如果你不快地信主 这个世界结束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要快地来相信主 并且要得到 圣灵的果实 要让我们的信仰 来得到 神的认证 阿们 然后呢 我们会讲 圣灵的果实 和身上教训 的这种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镜的果实